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26日 每天应该走一万步 这条健康建立流传很广 也流传了有一段时间了 不知道最早是谁提出来的 有人说是日本人最早提出来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并没有那种比较权威的医学机构 给出这样的健康建议 美国疾控中心也没有建议说 每天应该走多少步 他给的运动建议是 每周至少应该从事 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或者75分钟的高强度的有氧运动 另外呢 每周至少应该有两天做这种增强肌肉的运动 那么在美国疾控中心提出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当中呢 就包括了快速的走路 那么如果我们只把快速走路 那作为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的方式 把它算一下 哦 每周要快速走路150分钟 如果把它分摊到五天的话 那么一天就是30分钟 30分钟的快速走路 大致呢 相当于4000步 所以这样一算的话 那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建议 每天呢 应该走4000步 但是呢 美国疾控中心 他提出来的 那这个美洲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给的是一个最低的要求 他还提出来了 最好呢 每周从事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种有氧运动 而且呢 这个时间呢 是越长越好的 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再把它换算成每天应该走的步数的话 那就是说 最好每天呢 是走8000步以上啊 当然能把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换算成 应该走多少步 这个呢 是很不准确的 很粗糙的一种换算啊 那关于说 每天走多少步 对健康有什么样的好处 在这方面呢 有不少的研究的 以前影响比较大的一项研究呢 是2019年 是美国做的 他们呢 是找了一批 有17000多名的 那种老年妇女 平均年龄是72岁 在2011年开始 陆陆续续的找了这些人 让他们带那种健康手表 联系带七天来测他们每天走了多少步 然后过了几年之后 对这些人进行研究 看有多少人已经死亡了 就可以对比 每天走多少的步 死亡率的高低 对比的结果 就发现 的确呢 每天经常走路 走的步数比较多的人 他们的死亡率 是比较低的 到了每天走4400步的时候 这个死亡率的降低 是最明显的 能够降低 大约40% 然后继续走的话 还能进一步的降低 但是呢 到了每天走7500步的时候 就进入了平台了 那个时候已经达到了最低点 再继续 多走的话 既不会降低 也不会增加死亡率 所以他们认为说 每天走7500步 是最合适的一个步数了 当然这项研究有他的缺陷了 他针对的 这是老年女性 对于比较年轻的人来说 有可能如果继续走下去 每天走的步数 超过7500步的话 可能呢 还会进一步的降低死亡率的 最近英国的一项人优 就给出了一个不太一样的结论 英国的这项研究 跟美国的那项研究 他的实验的设计 是差不多的 也是找一批人来 让他们戴这种运动的手表 去连续戴7天 去测他们的运动的状况 他们是在2013年的时候 开始做这项的研究 找的人呢 要比美国的那项研究要多 是找了7万多人 入主的这些人呢 相对来说也年轻一些 平均年龄是61岁 然后跟踪了平均6.9年 也是去分析 这些每天走的 这个不是不同的人 他们的死亡的情况 然后就发现了 的确呢 每天经常走路的人 死亡的风险会比较低的 一直到了 每天走9000步 到1050步 达到了最低点 这个时候 死亡的风险呢 降低了30%到40% 但是呢 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 反而呢 降低的没那么多 死亡率反而呢 又升高了 也就是说 这每天大概1万步左右 是最合适的一个步数 而且他们也研究了 这心脏病发病的情况 也同样发现了 每天在走1万步左右的时候 心脏病发病的风险是最低的 那这一项研究 要比美国的那项研究呢 要可靠一些 因为入主的人数 研究的人数 要多得多 而且呢 年龄也相对比较年轻 这两项研究 都是属于前瞻性的 那种观察研究 是先已经对 这些人的情况 进行了测量 然后呢 对他们进行跟踪 不是我上次的节目说的 那种回顾性的 马后炮的研究 是现在才来研究 然后回顾过去的 不是 它是一直跟踪了 跟踪了好几年的 这种前瞻性的研究 质量是比较高的 要比那种回顾性的研究 结果呢 要可靠的多 但是呢 不管怎样 它毕竟是一个观察性的研究 找出来的 是相关性 而且里面呢 可能还有一些因素 混杂在里面 没有排除的 这就是为什么 你不同的研究 跟做出来的 结果呢 会有不一样 虽然呢 实验的设计 是差不多的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 每天走多少步 是最合适的 还是会继续研究下去的 如果把走路 作为一种 主要的健身方式的话 那么不仅呢 应该关心 每天走多少步 还应该注意 走路的方式 因为不同的 走路的方式呢 那锻炼的效果 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慢吞吞的 每天走一万步 你跟快速的走一万步 甚至呢 跑一万步相比的话 那锻炼效果就要差得多了 如果是在平地走一万步 跟在走的时候 要爬升的 甚至呢 要爬山的 同样的一万步 那么呢 效果 也是要比较差的 如果是在水泥地走 一万步 跟在 那种沙地 走一万步 那效果又不一样 你在沙地走的话 走起来会比较困难 同样一万步 它的锻炼效果 就要比水泥地走一万步 要好得多 还有你在 哦 城市 走一万步 跟在野外走一万步 这又不一样 因为你在 做游氧运动的时候 吸进去的 那个空气的质量 就不一样 你在野外走一万步 对健康的好处 显然呢 比你在 那种交通拥挤的 空气质量比较差的 室内走下 那一万步呢 对身体的健康 肯定是会更好的 但不管怎样 走路是很好的 一种健康的方式 如果说每天 能够坚持走 一万步 不管是在 什么样的情况下 走的话 的确会对健康 会有很大的好处的 至于说 好到什么程度 那跟走路的方式 还是有关系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